然後Manki想問358 他18元有貨怎麽算好 我想18元有貨 我想暫時就 真的都高位 高位就沒辦法了 要捱著線 因為始終剛彤其實 據對上 雖然所謂發了一個型氣 但其實你扣回 第四季都是一般的 其實這段很多資源股都是用的 不會只看大數 增長多少倍等於很強 很多都是頭一兩三季是帶回來 但第四季全部都是 因為資源價格都是反覆的時間 都是有些壓力在 所以你見到其實 對股價都沒有太多正面的炒作 還有近期很明顯去到大概100天線 差不多14元附近這些位置 其實都已經有些阻力 突破不了 反而壓回來了 所以我想如果你要真的回到你的買入價 一來講是困難的 因為我覺得今年來計 雖然你說還有一個通脹的因素 可能對個別資源價格都叫做有些幫助 但是是否能夠像去年第三季這麼大的升幅呢 其實我想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現階段來說對個別資源股 都是做一些炒作性為主會好些 未必會有一個大升浪的出現 所以我想剛才提到的點就是 就是要起碼等它站得穩14元樓上 才可以回到大約15元 15.2的水平附近 所以我想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有彈 可能考慮減後會好些 但是下面講一句 如果你說這些位置再打下去 其實回到去年年尾幾次 大概12.3、12.2這些位置 其實都是關鍵的 如果不幸運地這些位置都要再穿一次 繼續延伸著那個跌浪的話 就算你不想 我想也考慮先人止血才會比較好一些 嗯 好啊